3Q其實是有魅力的人 我們今天其實是在講說 臺中市第二選區選民 他對於一個立法委員的期待是什麼 比如說3Q之前跟大支拍MV 我看好幾遍 我覺得很好看 我覺得很ok 但是這個重點還是回歸到我們講的 第二選區的選民 他如何去期待他的政治人物 我們台中 你看這個其實我們八個選區 其實剩下七個選區 你感覺都是不分藍綠 都不分藍綠 然後你也很少看到 其他包括蔡其昌副議長 很少在全國的舞臺上面 就是靠跟人家是言語上面的攻防 得到聲量 包括江啟成委員 他的口才也不會是黨主席選舉裡面 最好的 最伶牙俐齒 所以我們台中的這個個性 跟這個我們講說3Q哥的這個 他所的訴求 是不是能夠match 我覺得這不是對人格的否定 而是台中對一個風格的要求 或者是他的想像 所以你說博偉口才太好 上政論節目上太多了 網路上量太高了 所以要罷免他 這個就交給大家來做評判 這不是政論節目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趙欣兄在講什麼 因為台中過去是搖擺州 那搖擺州風大浪大 大家就會覺得船要穩重一點才好 那個嘛 那我們這個是青州要過萬重山的 當然是要想辦法突破重圍 我們就不是一臺鐵達尼號撞到臺中第二選區 我們是一個小朋友 我剛來的時候才兩個助理 連選區要怎麼跑 那個時候住的地方 還會被打電話關切 我們要想辦法突圍 那個是一個畫面 你是不是被關切好多次 這個是事實 你說嚴親兵家族 常常關切人家 這個真的是在稱讚 因為他們都有辦法這樣子的組織 我坦白講 我我認為在立法院的質詢 表現 問證跟這個勤勞度等等 我絕對贏 我絕對贏我的對手 因為我很認真 但是在組織上 他們是全臺灣這個有名的 他是可以在我去哪一間店 他就知道我有去 包含我曾經我還記得 我吃過一間乾麵店 那隔天 隔天他們就來 啊來了之後就講說 啊那個你們應該不會支持陳柏惟吧 哇他老闆嚇死了 有一個客人來吃飯 他怎麼會變這樣 他們的組織能力就是強大到 那個真的很難以想像 為什麼全臺灣都會說 記者第一個開票的地方 就是要去他們家 因為他就是這麼強大嘛 那也相信因為這樣子 他可以照顧到很多人嘛 那這次民主的選舉結果 就是那個很多人 到底是不是多數人 因為對他來講 一定有四方 四面八方的需求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 這一個選區 他們的確有很強的組織 照顧了很多的人 不管是生意或者是工作 甚至是這個生活 但是在服務可能 因為我們講派系集團 最容易發生的事情 就是服務親疏有別 就這間房子裡面的人 我都照顧得很好 可是屋外的人我顧不到 所以我們來選是讓他們把屋頂打開 發現屋頂打開上面 還有一片天叫中華民國法律 我們可以用立法的方式來照顧每一個人 而不是跟你關係好的方式 讓你來服務我 是因為這樣子才選贏這場選戰的 不是因為我攻擊他們 或者是貶低他們 他們的組織強大到是 那個招牌換一板或者是文宣換一板都要幾十萬幾百萬的 他們是一直換一直換 那換電話 吹票 然後各方面 那個資源真的看下去是嚇死人了 去到某一個地方 借了一間廟城 廟墊 我們要演講 我開始前四個小時 跟我說不方便借 有點壓力 然後去到他可以去的 他可以借得到的某個活動中心 我就借不到 我去到一個某一個會員大會社區發展協會門口 他說這個場合 我們沒有邀請政治人物 裡面就有一個政治人物在講 我們這區沒有立委 麥克風大聲道 我在外面都聽得到 這就是我們選區的現況 我能做的就是願意相信我 理解我 然後我們來溝通 說明為大家服務 但是如果從一開始耳朵閉著 不願意聽我講 那我要怎麼服務得到呢 我也沒有辦法避免 那所謂的十幾二十趴的人出來一直講 我是我是壞人 可是難道大家跟我相處的過程 這一年多 認真心情工作的表現 真的需要被罷免嗎 我想這個是這一次選舉 最後剩下兩個禮拜 大家會積極討論的 我對地方難道不用心嗎 每一個地步 我物封的農產品 我常講 我有的時候私底下講說 顏寬很適合去選臺中市長 為什麼 我們那個選區跟高雄的結構很像 山海河市農工商 百工百業 哇那個真的 你要懂這個選區 你幾乎就懂臺灣的生態了 我們有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有機場 有高鐵兩條高速公路 兩條鐵路 霧峰這個從文化的角度 有霧峰林家 有大渡王國 很多很美麗的地方 都在那裡 霧日是臺灣最多人經過的地方 因為他就是山海線的這個交界地方 所有最美麗的地方都在臺中 第二選區 我去了之後才發現 為什麼這個地方知名度那麼低 只有立委的知名度高 我積極推廣地方的所有事情跟大家共享 我們以前那裡的學校 全部都被設定為偏鄉 所以我們那裡的學校 只有三個班都超大間了 所以後續維護很重要 我們怎麼樣跟社區共存 太多真的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能做的事情 我幾乎都有做 我就是在圖利大眾 圖利選民 我唯一沒有做的就是圖利特定人士而已 就因為這樣子 有些人不開心 我說我今天來不是你貪編我貪 是你貪編眾人貪 你不用就投票了 這個就看大家能不能理解這種事情 慢慢解構這樣子的地方集團 讓他回歸到法律能夠管理的層面 這就是我們去挑戰所謂地方派系的初衷 那在挑戰的過程 當然你在裂解的過程 他們就會有反撲的力量 那至於為什麼會選在這個時候 做這樣子的攻擊 這個要尊重他們的決定 但問題是我們還是希望回歸到 我是不是一個應該被罷免的立委 那我認為我不是 那我也有很強烈的信心 跟大家報告 我所有的工作 我都很認真的在做 那如果你願意的話 請你聽我說一聲